今天8月26日星期一 我會去搭10號線 來到福田口岸 因為今天我會去惠州淡水那邊 今天我都會指引大家 怎樣一天游去淡水那邊 但我就是回十里仁滩 如果跟開我頻道都知道 我回去住幾天 其實這裏去10號線 就是搭三個站去江夏北 就轉14號線去到總站沙田 來到有條小馬路 過去對面就是10號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頻道 未訂閱記得要訂閱 10號線私出口福田口岸站 下去搭車準備入閘 而這裏的免費專用通道 即60歲那些就在旁邊很方便 10號線福田口岸站 搭三個站去江夏北轉14號線 三個站之後很快來到江夏北 全部有了指示 很近的 我們先搭14號線 這裏有扶手電梯一上去 就是14號線 一上到來就馬上有車了 入了才再拍了 這個是由總站搭到總站 就是江夏北搭到沙田站 總共有17個站 要搭1個小時 最後 終點站就是沙田 來到沙田站 我由福田口岸 搭車過來 就用了66分鐘 來到這個14號線的沙田站 上到來沙田站 先拍一個圈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站的環境 因為應該都 不是太多人來過這裏 我想一下 出閘先 有了指示的 我們由A出口出去 我們搭工巴的 我都拍了其他出口去的地方 客戶中心 就是這樣設計的 這個廁所在D出口 D出口那裏 很方便 對面就是A出口 我們搭工巴 就是由A出口出去 這個就是A出口 很多巴士搭 A出口轉過來 因為很多銷售 問你買不買樓 上下也有扶手電梯 出到來 這個是A出口 說多一次 我今天就去淡水 惠州淡水那邊 好易多廣場 應該搭7號車 沒有記錯 同時間都想說 如果是花10里人灘 都在這裏搭268回去 同樣如果大家想去大亞灣 那個萬達廣場 都在這裏搭266 沒有記錯 巴士站在前面 我一直指引大家 怎樣去 基本上大家可以一天游 早點來 一天住酒店 如果不住一天游 基本上可以來吃東西 當然有時間 其實都辛苦的 即日來回 所以今天我都回10里住幾天 通常我回10里住幾天 就會過來 前面的巴士站 看到266 這個就可以去萬達廣場 如果268就回10里人灘 這個是266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可以走 大家慢慢發掘 我也是慢慢探路而知 我都在這裏搭車去淡水 看看巴士的路線 這個沙田地鐵站 它有很多巴士線 大家可以看 也說過266 可以去萬達廣場 268可以回10里人灘 有時我回十里人灘 10里人灘都在這裏搭巴士 這裏就去萬達和10里人灘 可能我走過了龍 走回頭先 因為我搭7號車 我懷疑剛才那個位置 走回頭 因為有時探路就是這樣 剛才這裏沙田站A出口 原來一出來 巴士站就是這裏 就去淡水 搭7號車 那我走了去前面 因為我以為在前面 7號車 這裏都是叫 巴士站名叫沙田地鐵站 A口 A口 7號車我沒有記錯 那去哪裏 你指一指 好易多 大家見到 好易多 廣場路下車的 18個站 對 因為很多人 變得很難拍 盡量拍其他巴士線給大家看 不知道是否清晰 盡量 因為有時候都是環境因素 等車的時候拍多一次 A出口 沙田站 巴士站就是這裏 如果想去淡水 好易多那裏 7號車 等巴士的時候拍下周圍的環境 對面 對面那個都是沙田站 另一個出口 都很多人在這裏等車 說多一次 如果回十里人灘 和去那個萬達廣場 就前面那個巴士站 剛才我都走錯了走到這麼遠 那我在淡水就很近 那個站 很近A出口 7號車 等著 再拍一下周圍 因為 大家都未必說經常來 拍一下環境 來到有些 心理準備環境是怎樣 照看 我坐這號車是好易多廣場 其實我見到 這個168B都可以的 我未搭過 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我見到這架車去好易多 我試試搭這架 這架車是分段收費的 好易多那裏是要4元的 突然間 下雨的外面 這架車我預許搭半個小時 剛剛下車 就是好易多廣場站 見到 7號車 都是這個站落 我剛才就是搭了這個 168B 我又是拿車 就是告訴大家 7號車來到這裏 168B都是來到這裏 其實好易多廣場 在對面 我要走過去 巴士站 一路向前走 幸好停了雨 有條隧道可以過到對面 看到有些食店 有些食牛蛙 有些時裝店 這裏沿途 這裏叫華都廣場 很多網友都認識 旁邊有 文德基 一路向前走 很幸運 很幸運 突然下雨 突然停雨 不需要淋雨 不過現在也有少少微雨 看到對面 土耳多廣場 就這裏 不過這裏前面 有條隧道可以走下去 不需要過馬路 這裏叫聖百里商場 這裏叫聖百里商場 先走下去 這裏華都廣場 拍一拍他們的關係位置 這裏就是聖百里商場 先走下去 下來之後 轉左邊 穿過這個商場 對面就好易多了 今天我去吃牛扒自助餐 每次都吃 因為覺得值得 那我今天是吃雞扒 原來 有個扶手梯 上完之後 就再穿過 對面就是好易多了 我來見這些 吃雲南米線 這裏進去就好易多廣場 那為什麽我拍這裏 今天我們去這裏 西卡三樓 買了一個美團的 吃雞扒 今天 進來 有麥當勞甜品 瑞幸咖啡 這裏環境就是這樣 先拍這裏 這裏是茶飲的 店頭 這些是糕點 旁邊就是好易多 美食街 我不拍了 因為我上次都說過 上次拍攝被人罵 保安都頗沒禮貌 其實他可以要求我不拍 沒問題 他都頗兇 我都不敢再拍 因為沒必要拍 這個吃飯糰 又有 這些是茶飲的 然後向前直走 總之是上三樓 直走到入隊 到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轉左 有些扶手電梯上去 不過這些大家可以自己走 見扶手電梯就上去 見到四樓有海底撈 總之上到三樓 這裏是一樓 我不教大家怎樣上三樓 因為這些商場可以隨意走 找到三樓就可以了 見到有薩尼亞 這個商場都有些歷史 但是 都不差 可以保養 你看下面 挺漂亮 這些中空的設計 就是舊式商場才會這樣 香港也會這樣 如果舊的商場 新的商場就不會了 因為香港寸金尺島 上來三樓 有幾間美食 這些環境 我這裏開了一間新的軟廠 之前都沒有 先去吃東西 這些都是自助的 這些是烤肉 有價錢 大家可以上網買也可以 藥摩拍攝 旁邊有一間 也是吃烤肉 這些都是連鎖店 大家應該都很熟 大家留意 兩間都是有些湯底要加錢 自己看清楚 我今天吃的那間 去到最後 我每次來都吃它 因為它不是很多東西吃 舒服簡單 四十多元 今次我在美團買就要四十八元 上次買就四十五元 都加了三元價 其實現場你不買都可以 即是你不買到現場給錢都可以 好像是五十元左右 印象都只是差幾元而已 因為買它這些券 要做一天買 因為昨天我們在香港已經買定了 因為都打算今天是回上來的 那就是這個位置 最後這一間 西卡人多的 清清淨淨淨 每次上來就想吃個下午 然後才回到十里人攤 就是這一間 沒什麼人 沒辦法 它也有些價錢在這裡 這些 如果不買 來到也可以 來到才買 這裏 應該是第四次來 每次過來都會 我先進來 簡單單單單 食物一邊走一邊拍 有甜品 有水飲 有甜品 這些都不差的 這個雪糕機 有汽水 奶茶咖啡 什麼都有 有湯 有糖水 每次都吃這些 四十多元 這些是骨 這個齊 今天我們都晚了過來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硬碟 這些 例牌食物 雞腿 腸仔 這些 豬虹那些 這些 炸物 上次好像更漂亮 都是吃的 沒什麼所謂 四十多元 這些 壽司 這些泡菜也有 上次好像也沒有這些 壽司 簡單單單 每次來到都是說 因為它自己做的 這裡 壽司自己做的 涼菜 也是這些 不過沒有了雞翼尖 我覺得很早期有雞翼尖 沒有了 今次也沒有了 上次沒有了雞翼尖 因為雞翼尖 上次都很好吃 這些 這些 水果 因為我很喜歡的水果 因為下面有冰塊 所以不用拿 因為有時自助餐都沒有冰塊 變得不凍 因為水果是凍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 你看簡簡單單 真的不差 沙律 沙律菜都新鮮 這些冰菜 你看 真是不錯的 是不是 我覺得可以 簡簡單單 一些位置都是 環境就是這樣 環境就是這麼簡單 四十多元 你看 人不多 但是我們每次都來的 今天是平日 加上是星期一 我每次過了 淡水都會來吃 拿了一些東西 大家看到 壽司好吃 這裡 比較家庭式的壽司 我們拿了很多壽司 我喜歡吃 這些 炸物 外面的水果 比較晚點拿 因為它一邊有添加 先開餐 這是雞扒 上次吃過 我覺得不錯 今天我們又再來 雞扒 我們開餐 真的不錯 不錯的 不過刻意過來 就不建議 如果離開淡水 可以過來 它沒有其他店 這麼豐富 我喜歡這些 簡簡單單 舒舒服服 吃兩個多鐘 然後回去十里 沙律挺好吃的 還有夠冷 我們再吃沙律 再說吧 壽司真的不錯 簡簡單單 環境就是這樣 有些粟米 番薯 也有 我想說雞扒 真的不差 這個價錢 順路走這裡 簡單單可以試一下 如果刻意過來 真的不建議 不過有時間 自己決定 因為很多網友 問怎樣來 今天我整個路線過來的過程 都拍了給大家知道 這些蛋糕 小小的 簡簡單單 都挺好吃的 挺新鮮的 番薯粟米 因為很多小朋友 突然來 他們都炸了很多東西出來 都可以 壽司 這裡還有雪糕吃的 真的不差 食飽了 又到處走走走走 這個好宜多 房場 這裡差不多是淡水的地標 這裡穿過去 有個印象會 有玉耳馬 每次都拍這些東西 兩個商場是連著的 我想拍一下這些 上次也不見這裡 有一個賣東西的 有些玩具 有些零食 可能暑假 也有很多小朋友 有些賣衣服 全場五折 商場其實 大家隨意走 來到這裡 其實前面有個通道可以通到印象會 有些內衣 床上用品 你看多多 在大陸床上用品是挺便宜 這邊也是 也有幾間是這樣的 我想拍一下這裡 再拍一會 因為這裡有很多床上用品 你看 這裡有很多間 這些 你看 小孩子玩的地方 很多 其實這條三樓 這裡可以穿過去 對面就是印象會 都可以穿過去了 指著了 有鱿耳馬 已經有標誌 看到嗎 印象會鱿耳馬 眼鏡店 這裡 旁邊走過去 每次都是走這些地方 只會走超市 這裡 轉進來就是 前面看到鱿耳馬 很遠 這條鱿耳馬 先進去 還有化妝品 這裡 周圍環境 大陸的超市很大間 這間也是很大間 這條鱿耳馬 走都很久了 這些毛巾 你看多東西多到 這條鱿耳馬 什麼都可以買 這些是奶粉 嬰兒車 最後有些電器 風扇 冷氣機 電水煲 家庭用品 美的 最便宜 99.99 這些可以煮食 打火鍋 299.9 微波爐 也很便宜 洗衣機雪櫃 什麼都有 電磁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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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多元都有 這些是氣炸鍋 200多元都有 這些是豆漿機 風扇 這個坐地風扇 179 這些可以一人煮食 100多元 這個小便宜 這個小便宜 還便宜 69.99 中間這個也大 99.99 風扇 49.99 這個 這個尾的氣炸鍋 氣炸鍋 199.99 這個電磁爐 便宜一點 100多元 尾的 這個 200多元 這邊還有電飯煲 電器 很多東西 這些爐具 廚房用品 集中 真的很闊 你看 這邊 又是電飯煲 這麼多電飯煲 你看 多少款式 你看 煮食用品 那些鍋 多得很重要 這邊也是 真的厲害 這些是廚房用品 好厲害 你看 多大 這也是 碗 什麼都有 你看 這些 多少東西買 你看 這些涼衣架 百多元 這個 你看 砧板 都這麼多款式 到這裡了 床上用品 都這麼多 你看 另外一邊 毛巾 都這麼多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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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幾開心 要走這些 來 行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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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這麼多 這些文具 書包 很大 三褲都有 玩具 下方这层 这个鱼鱼马有两层 这边是食物 面包 那边有肉 干货 不是面包 是水果 原来看错 不是水果 榴莲 大陆人都很喜欢榴莲 所以有很多榴莲 放蹄 今天星期一 下午3点多 苹果 6.99 有 看来他真的很有兴趣 他帮你开卖 这里 帮你开卖 真的不错 即场开 可以知道哪些漂亮哪些不漂亮 还有这只磅 可以自己磅 不知道 这是生果区 那边是蔬菜 蜜瓜 这些是筋 即是每筋结算 其实有些网友都问 大陆一斤 即是香港多少两 总之一斤是500克 那两就应该是13两 因为可能 有些人都问 不是十两 大陆是叫十两 如果你换算香港 那16两的话 就等于13两 所以有时候没什么所谓 总之你是跟回十进制 我们叫做 500克 这里是算黑的 那你觉得合理的 那价钱可以买到500克的东西 那就值得 即是 换算多少两 其实 都比较困难的 有时候 因为我们的两 就叫做16两 那16两 就应该是600克左右 那500克就是13两 即是你用我换算给你 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是挖一架 9.99 这些是这些 绿豆 绿豆便宜些 8.99 这些是1KG 这个是 1KG 那些不是的 那些是看 那些是500克 那些是400克 420克 所以有时候你看看 那个份量 你买不买得过 就是 因为对香港那个 十六两 因为我们是小时候 根深剃固 我们那个十六两 因为每个国家的 运算都会不同 那 进来 大陆 那他那个 量度 即是他不是骗你的 而是 别人这个国家的量度 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知道 等于买烧肉 那什么 十两 你量度500克 那你来算一下 前面 那前面 是买面包的 前面 这里都拍过很多次 就变得我都 不是拍得那么细緻 就是有时候 我走超市 就可能拍得很细緻 那要看回 那个时候 那个环境 和精神状态都很重要 因为我吃饱了 很累 哈哈 因为通常吃饱东西 比较累 想睡觉 吃饱东西 这些 那今天我都回十多人 就是 住几天 买了一间屋 就是这样的 有个好处 不用给酒店钱 但是管理费 过月都要交 就是 就是 有个一句 你想拥有 还是怎样 没得比你算到尽的 做人 就是 最醒目 最擅长 买楼 还是租酒店 不能算 人生是不能算的 人生可以计算的 个个都是大赢家 就是因为人生的奥妙 就是 你不可以预知未来 你不可以 就是 你不可以 知道未来的时候 就要把握 活在当下 现在都在学习 转这边好吗 转这边 好 好 这些 很多款 都是9.99 就是这里所有都 很多人都需要吃面包 这些型 这也是 9.99 好 很多是9.99 应该有3至4个 我知道这些都有 蛋撻 即是 用一个银马 可能数量会不同 有些是4个 这些蛋撻 记得有6个蛋撻 是月餅嗎? 月餅 中秋節 大陸的市場真的厲害 香港就看不到這麼壯觀的環境 香港現在也是 拿餅卡去換的 美芯 我喜歡的美芯 現在也是小吃 要吃我也是吃美芯 我喜歡的美芯 因為我覺得好吃 而且適合我的口味 你看看月餅的市場 多厲害 一個圈 人們都來拍照 這邊繞完一個圈 又是月餅 這個 這個是什麼? 十九個九 好害怕 八年用月餅 其實不是害怕的 我們香港 一向讓人知道月餅是很貴 月餅是否真的這麼貴 見仁見智 一年一次 四個餅 這隻是二十九個九 就是 是不是這隻 二十九個九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隻 是否上高這隻 這隻 這個是什麼? 五人 二十九個九 好了 看到十九個九月餅 其實也不用怕的 月餅 可能真的可以吃東西 有位的 其實不用怕 月餅可能真的這麼便宜 就是成本 那有些 牌子 或者品質控制 人工 廠房 那些 價錢 才做到這麼貴 好了 我一元一個饅頭 有一些 一元一個 有些人 萬塊做主食 也是 等於我們喜歡吃飯 很多人喜歡吃飯 那些人喜歡吃饅頭 那樣 這隻雞 十九個九號九 越賣越貴 對不對 沒有辦法 什麼物價都升 有些是餃子餅那類的 煮什麼鵪鶉蛋 鹽焗鵪鶉蛋那類的 這些呢 涼菜 17.8 那邊有些鮮味 類似這些 這些呢 這些便宜一些 這些是涼粉那類的 就是半的 這些是10.8 這些香粉 涼的 即是凍食那些 OK 間中吃一下 我也有吃的 不過都 現在少吃 這些 十多元 調味料 我經常叫這些 即是可以送飯送粥都可以 這些 或者煮菜 用來煮菜都可以 這些煮菜應該有 那邊都有很多 這些呢 炸菜 那邊有雞鴨 那些鴨 拍下這邊 有點心那些 點心 這些 都是這樣 這裏有壽司 壽司 簡簡單單 20多元就可以吃了 20多元 所以剛才我吃的壽司 OK 例如 剛才那個 48元 有個雞扒 有個雞扒 然後吃壽司 雪糕 這樣就飽了 這樣就飽了 那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做人 這些青瓜 十一個九號九 我覺得都挺漂亮的 一包 這一盒 都有很多條 這些麵條 都挺划算的 挺大包 有些 成千克都有 五個多 這些都是九點九九 這是烏冬 有四包 中華麵條 都有四包 超市走出來 外面也是這些 夾風仔機 基本上大陸都是這樣 有一間髮型屋 價錢 25元 都不算貴 這些地方 我覺得 走出來 有美容 正在做美容 超市通常是連主 商場 常用版 特價稱貨 有些高點的 天酥王 有些蛋糕 那時候香港也很流行 吃這些 這些是小朋友 小朋友玩的地方 這些是美容店 買衣服 買衣服 轉過來都是這些店 沿著那個 超市在商場裏面 挺漂亮的 原來同一間來的 這裡是村洞 同一間來的 手機殼 全部都 嘩 厲害的手機殼 很多款 其實都 是嗎 19元任選 這些 都挺漂亮的 都很多款式 我覺得挺漂亮 都是床上用品 好 這裡出回去 這些 很多 精品店那類 好 下面我們 看看 這些 是麵包店 沿著扶手梯 下去走走走其他地方 好 走哪邊 走這邊 轉後面還是怎樣 好 轉後面 零食店 隨意拍商場 大家如果來到這些地方可以 喜歡怎樣走就怎樣走 可以走足一天 如果特地過來一天游就可以 不過可能會辛苦些 李寧 賣運動三牌子 哇 旁邊 這些是金界 打冰冰球 拿了冠軍的人馬 你看 李寧的店 你看看 這些 買了廣告 就是那些人和他 這個 消失的水花 最紅的 全紅扇 這些都是乒乓球的 這些 各個運動員 李寧 當時很喜歡看她 看粗王子 這兩個 現在最紅的 跳水 繼續隨意走 隨意拍 這些 挑麻 前面都好像是 有些店裡吃東西 先走到這裡 這個 村壇 這個吃牛蛙 那些 這裡有一個影院 電影院 華夏印象影城 因為這裡是 印象會 江羽兒 這些全部都是連鎖店 剛才說吃牛蛙那間 旁邊這裡 這個江羽兒呢 有一個牌子 就清楚地拍照 價錢 大家可以看看 你看 前面一間老碗 順德宮 豬土雞 應該是那間 深圳那間 這個客家菜 客家菜 這間呢我想去吃的 不過現在是飽的 因為有時候經過 我見好像美團 有些餐滷底 不過經常都已經吃了東西了 吃飽東西就不吃了 因為我覺得客家菜好吃的 還有順德菜 我自己都比較喜歡吃 這個適合我們的口味 應該 燙燒肉 這裡多少錢 有沒有說什麼 看一下 外表 二人套餐多少 不知道 好 這裡是 信德宮 豬土雞的正門 這個位置 都很大間 這間 小龍坑 老火鍋 這間都是連鎖店 來的 深圳也有很多 大家都很熟 你看 那些裝修很漂亮 門 門也很漂亮 這裡就是一間 米粉 長生米粉 吃粉麵的地方 吃粉麵的地方 現在因為不是吃飯時候 19個白鴨吃了 不是吃飯時候 所以就沒有人 相信也有人 這裡 始終這個商場 都很旺 在淡水裡 我覺得 是一個圈 這是衣服 賣衣服 牌子 名牌的 一個圈 剛才對面 去看看 這些商場 都佈置得很漂亮 中秋節 我猜不知是否 那些 布置 下面 賣金 中國書寶 週六幅 有六幅 金六幅 有六幅 真的 是否那些名字沒有專利 不知道 老鳳牆 有網友跟證我 他不是香港 還是怎麼樣 我都在香港見過 不要緊 所以有信譽的金舖 就可以了 這些 特賣場 那些 因為通常香港 以前買金 都是周大福周新新的 就是我的年代 現在就沒有買金了 這些 精品店 這些 有賣電話的 這些 時裝店 前面那間 零食店 這些是內衣 都很漂亮 這些都是內衣店 都很漂亮 是不是 就是這些店 這些店鋪 這些店鋪 都裝修得很漂亮 就是擺得 這些 很多賣內衣都很漂亮 隨意走 這間店鋪 都在繞圈 商場裏面 可以享受冷氣 這些冷氣 你不要想著 它很涼 但是都OK 就是不覺得熱 就是不覺得熱 所以我之前出了一段影片 就走 八格隆那間 那間 是不是叫萬象會 有人問 這些冷氣行不行 我覺得可以 不熱 又是不要想著 像香港那些 商場冷氣一樣 一定不可能的 直行 都是 繼續走 繼續走 這些 賣手袋 真的有人消費 這些 今天是星期一 下午 是否真的有人消費 這些地方 衣服 全部都市裝店 這裡兩排都說 平日都有人流 真的沒辦法 是否就是 大陸人多 真的會消費 香港就好像 沒什麼人想消費 前面看到披薩克 有些食店 是不是有 那邊有喜茶 看到 這裡 珍珠奶茶 這裡 都是乳酪 那些 賣雪糕 乳酪 乳酪 到處就是這樣 最後有個喜茶 不走過去 跟我走這邊 小朋友在拍照 有些人 有路 到處走 看到這間 很便宜 那天在東門 都看到 諾沙爾 還在 我忘記哪個商場 都有 有時候 看到的 我路過也拍 這些都是便宜的 有發妝品 有零食 日用品 都有 這些店舖 紙巾 來到這裡可以走 這間店 都值得走 那我就不進去 逐樣介紹 有零食 諾沙爾 再說一次 東門都有 不用特意過來 如果跟開我頻道 都知道 我在東門有段 都有拍過 這裡 華為 電話 我原來後面 還有一間 美千拉麵 前面見到有小米 這些 蛋糕 然後 這裡 就是有冰糖葫蘆 這間是西餐 吃Pizza意粉 價錢還可以 不貴 這間 我沒吃過 但有看過 這間都可以 不錯環境 見到這些 這條小小價錢 大家去看看 是不是不貴 就是來些地方吃東西 這裡 吃韓國 這間 環境就是這樣 這裡是其中一個出入口 這裡有一間小米 這間小米 店舖 那就不錯 跟上會 這裡叫二號門 出來了 那便 向前面走 走一些街 拍攝 那些 燒 炸物 這裏有 麥當勞 這個 賣甜品的 甜品站 蟹蟹那類 水行咖啡 前面一個什麼 七小螺 對面有什麼環境 有中國銀行 農業銀行 周圍市面的環境就是這樣 這些是實況 那邊有賣的小丸子 街邊小食 有人在買的 螺絲粉 現在很熱 這些是花生的 瓜子 檸檬茶 渣打檸檬茶 這麼有趣 不是走打 叫渣打 拿著來打 不知道 這些 油麵 10元一份 對面有院者想勾 吃魚 這裏都有些是叫超市 平民超市 我經常叫做這些 香蕉 可以看一下 裡面都很大的 這些超市 有水果 有蔬菜 有些有肉賣 這裏好像不見有肉 這裏是買水果多 你看多豐富 這裏 就是這樣 這裏就是這樣 這裏 看到對面 對面 有些 停車場 拍位向上 向上發展 地方少 有些 地方比較 忙些 就是繁忙些 就用這種泊車方法 哇 這些白盒 黃色 開了 不過很漂亮 花店 玫瑰 很漂亮 真還是假 應該珍花用 這些 大老興的 買這些小食 是 走一下這些狗街 來到這些地方 就是我喜歡走這些 大家知道我都會拍這些 這些是零食譜 也是很流行的 這間零食譜 沒有進去 這間零食譜 你們可以在這裏 查看 查看 消費電子小票 好大間 好 走回來 好 繼續輕撿走 這裏吃什麼 螺絲粉 是不是新開 那些人在這裏派傳單 在外面都 可以 裡面的那間螺絲粉 有些人 這些人走 真的要很小心 這裏叫做什麼 藍門155 倉醫院 我想晚上很旺 不過有些地方 是不是在興建東西 有些地方比較亂 一些 藍漬牛肉麵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叫的 這些 這些 巴店 那類的 挺優雅的 這些 按摩店 好像裡面 裝修緊還是不知道 那些 周圍環境 今天都很熱 現在這個時候 剛才下午拿下雨 周圍環境 拍一下周圍 不走 那邊有肯德基 這裏有一間叫茶點王 這些 環境就是這樣 這些區 二三線 我經常覺得這些 淡水 周圍的環境就是這樣 過了馬路 另外一邊 剛才是由對面走的 現在走回頭 八袍 很多花袍 很多 這些是買植物的地方 算多 美容學院那些 這些是不是超市 這些 去不去逛逛 進去看看這些超市 這裏近門口 看到很多月餅 這裡 又是有月餅賣的 下面的汽水 這裏 拍攝周圍的環境 因為都不方便 拍這麼多 因為不知道它 給不給我拍的 因為有時候這些 可能它未必喜歡你拍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 那些超市 它有三副鞋物 都有毛巾 很小的東西 什麼都可以賣的 你看這裡 兩旁 買些毛巾 拖鞋 超市就是這樣 這裡很多地毯 這張挺漂亮的 我覺得 一粒粒凸起 三十五元 這些吸水 很多日用品 一邊留意這間超市 很多香港東西買的 剛才看到的檸檬茶 它製造的地方 都是香港屯門那邊的 那又不算貴了 如果你說14元 即是貴一點點 就比香港多 有些飲品 陽光 這些都好像 香港的牌子 即是香港賣的東西 很多地方 這些是嘉盾威法餅 這裡也很多香港東西 我覺得這間店 可能人們喜歡 這裡是四周紫菜 什麼味道都有 騰一個圈 回到商場 這裡有一間 院者想歐 吃的是紫鮑魚 連鎖店 這裡就是剛才對面 現在這個角度拍過去 看到嗎 印象匯 對面的商場 走到商場裡面 它的外圍就是這樣 再拍一拍對面 印象匯 剛才是對面走出來的 看見了玉耳馬的招牌 就是印象匯裡面 周圍環境 沿途這些 水果 什麼水果都有 看好了 切一盒一盒 照稱的 原來本色也很多 真的不錯 有這些 涼菜 雞腿 這就是 士多 飲食 時裝店 其實 這裏 有一條小馬路 可以過去對面 對面也是 印象匯 其中一個出入口 可以過去對面 也可以 走一下這裏 我想這裏 旁晚都應該是 很旺 晚上都很旺 在這裏 街邊 有些燒雞 算是很大規模 嘩 燒雞腿 有些燒雞 有價錢 燒雞15元一隻 這裏買路 我剛才說 這裏就是 印象匯 也是其中一個門口 周圍環境 對面也是商場 看一下這裏 很多人買東西 看一下 這些是1元 看到 是糖果 是嗎 純手工 是糖果 2元 3元 這些是栗子 炒栗子 這裏 拍一下這裏 這裏 很少拍 拍一下這裏 晚上就應該 更多放口 走出來 就是這樣 有些賣物 這樣 這是什麼商場 潮衣褲 入口 上高 這裏 真的很多東西 如果要尊重 尊重 多到不得了 要走的話 怎樣走呢 想想一下 我還是繼續直行 不當馬路 因為這裏都沒有走過 好多 對面這裏 就叫聖莊 是否一個商場 那裏是零食店 來的 有霸王茶几 連鎖店 一邊 直行有個叫做 長遠購物 廣場 都不向前走 回回頭 因為都是想著看這個商場有沒有行 過條小馬路 再走回頭 認住印象會的標誌 都不會當失路 沒有的 有紅綠燈 要等一等 過馬路對面 看看有沒有東西先走過 商場 叫聖莊 不知道有沒有東西 進去繞個圈 等過馬路的時候 都拍一下周圍 我去過馬路 來對面 又拍回對面 剛才說那個長遠購物廣場 過了馬路來這裏 不知道有沒有東西走到這裏 是否買衣服很便宜 上去看看 旁邊都有一個出口 就有這間零食店 在旁邊 好 上去先走 咦 上到來有點像百貨公司的感覺 我想不到這裏 但沒有什麼人走 你看看 這樣 這裏 大家來到這裏 可以知道 OK 都不差 但沒有人走 冷氣都夠 告訴大家 這裏 這裏就是霸王茶几 有個入口 不過都走了 因為都是只有樓上那一層和這一層 賣衣服的 走出來 看著吧 印象會 過到對面 過過來印象會 這是1號門 進去 外面很熱 這間麵包連鎖店 喜茶 在這裏 外面都很熱 即現在旁晚了 開始都熱了 即始終都是夏天 都準備走的了 都說 大家一日遊 如果喜歡就過來走走 都沒有事做 如果想住下酒店 也可以 這裏 沿途 反過來 剛才經過的 今天 是福田那裏 踏10號才如何過來 其實有很多方法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我都是記錄我日常的東西 即我拍片都是 隨意拍 有些網友說 看了當來了 其實都好 很多地方不一定要 到處去 我都是 拍攝 所以就 喜歡到處去一下 叫做有些事做一下 看上手袋 多漂亮 這裏 我會上三樓的 拿回行李走 因為有些儲物櫃可以放東西 剛才我放了一些東西 這裏 這裏上回去 這裏上回去 玉耳馬那裏 有些免費的儲物 箱給你用 我們放下了東西 走的時候 就方便些 看見到旁邊 玉耳馬 有些儲物箱在那裏 上回來 這裏 這裏 玉耳馬 剛才有這裏出來的 這裏側 就有一些 免費的儲物箱 小小過的 這些 背囊都可以放下 那如果那些手提 那些 行李結就不行 小小過 好拿回些東西 我們走了 好宜多廣場 下這裏 周圍環境 剛才說對面下車 那裏 華都廣場 那裏就叫聖百利商城 可以一路這樣穿過來 一個圈先 這條片我拍到這裏 以這裏結尾 其實這裏是否可以一日遊 可以 但很辛苦 都不建議大家一日遊 沒必要 因為深圳也有很多東西走 那我就因為回十里人灘 所以我路徑這裏吃東西 和走下街 那裏回去十里的 好 最後 大家可以留言給LIKE 沒訂閱記得訂閱 最後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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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